副縣長這是我們的花蓮人的幸福 4月20號 國民黨主席洪秀住到花蓮拼黨魁選站 縣長傅崑奇突然現身加油 一起包餃子 兩人合照笑得開心 當時被形容洪秀住得到副縣長的支持 不愧今天也要死吧 縣長是打鴨子上架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 當時包了6顆餃子 給洪秀住祝他66大順 但6號正是吳敦義的競選號碼 如今傳出吳敦義透過兩位影視大亨安排 密會傅崑奇 傅崑奇還透露 他手中能掌握六千張黨員票 花蓮五千 桃園一千 如果他出手 可以左右戰局 被形容可能倒戈 支持吳敦義 選戰最後關頭競爭白熱化 吳陣營的民調顯示 吳敦義46.6% 立平首輪就過半 郝龍斌陣營則呈現吳好兩強緊要態勢 洪秀住方面則是自己百分之三十點一 連任機會濃厚 各自釋出民調撞聲勢 但如今還傳出長期挺紅的婦女部主任 五月初閃電請辭 轉而挺好 改革跟改造 他的方式好像是錯誤的 他其實應該是從我們黨的本質來改變 他只是在口頭上講開放政黨 他並沒有真正的把決策 然後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決定 陳怡君直言洪秀住用人失當 當中央被少數人把持 建言得不到回應才會求去 想拼連任的住住姐得先突破內外夾擊的窘境 接盤給我 宇安泰報道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